我们来看看中俄现在背靠背 在军事方面有加强合作吗 这是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新任的国防部部长 叫董军 他上任之后没有多久 就跟俄罗斯的国防部部长肖伊古 两个人视讯通话 那通话的时候 两方都呼吁要提升战略互信 要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两大军事强国要碰撞在一起 要携手合作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看到日本也有动作 因为日本一直很忌惮俄罗斯 对中国也是加强防卫的那样的心态 我们看到前一阵子中国有宣布说 在东海地区有防空识别区 那日本其实某种程度是不承认的 所以他就在这里部署了监控军机 来监视中国的部署的防空识别区 的这些机制 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日本跟中国大陆中间 为了钓鱼台事件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纠纷 或者是很多的争议 我们看到日本的执政党 自民党外交小组 他召开会议 要求立刻撤除中国 在钓鱼台附近的日本 专属经济区设置的浮标 这个日本专属经济区 也是他们自己主张的 那这个浮标的问题 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 岸田文雄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 也提出这样的要求 可是中国大陆看起来是没有回应 至少他没有撤除这些浮标 那我们看到 包括在台湾的正东方的海岸上面 海上面 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的演习 包括美国的双航舰 跟日本的护卫舰海空联合操演 正在进行 这个是我们看到 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 和罗斯福号的双航舰 日本是海上自卫队 伊士号还有其他九艘的军舰 从1月29号到2月1号 这几天在菲律宾海域进行军演 可是就在同时 中国也派出了815型的电子侦察舰 穿过冲攻水道进入太平洋 外界研判 这是为了就近监控 美日操演 搜集情报 我们看到 美日一起合作 那中国大陆也某种程度 在监控他们的各方面的行动 包括演习的项目 跟演习的内容 我们看到 王毅跟苏利文 前一阵子不是在泰国碰面了吗 那这个两岸之间的问题 当然很困难 很难解嘛 那苏利文就讲了 这是布满地雷 所以到底谈了什么 我没有办法公开 没有办法公开 所以我们媒体也只能揣测 或是捕捉到一些 知之节节 来揣测 他们到底谈了什么 有没有利益交换呢 那当然是我们想要问的 菲律宾 他也在加强军备 要抗中吗 可是大家知道 菲律宾的财政 有时候没有办法 这么允许他们建军 我们看到菲律宾推第三阶段的建军现代化 砸下356.2亿美元 要买潜舰抗中 那各国 包括法国 韩国 西班牙 都来推销 他们的这个潜水艇 可是 包括过去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一度曝露出 他资金有缺乏吗 因为购买美制的F16战机的消息 他都付不出来 所以 这个到底要怎么搞下去呢 你要建军 你包括你的国防 这些钱每一项武器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美国部署在英太 却低估中国的实力吗 我们看到美国 他把军事装备留在澳洲 以防跟中国发生冲突 把必要的装备放在这 可是中国大陆 他也不断的在提升 他的一些武器的性能 包括你看到彩虹7 这是一种隐形无人机 那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 不断的在加强他的制作 跟各种的研发 那据说现在已经完成测试 预进年内 今年以内会完成研发 那另外呢 中国的国防预算 当然这个表面上看起来 在数字上比美国少三倍 可是美国的一些军事传家 也提出了警告 他说 哎呀你不要看 他的预算少 可是呢 他的这个材料 劳动力 这些成本低呀 所以你光看表面 他的预算少 不见得他的这个军事的扩充 跟武器的能力比美国差 看到美中不断的在禁逐 来请教赖老师 大陆的新任的国防部部长董军 第一次的跟外军的同样的同事 视讯选择的就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部长 烧伊古 这代表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 非常紧密 军事合作的关系 虽然大陆不愿意发展到军事同盟的关系 但是是已经是准同盟的关系 相互的背靠背 您刚刚谈到了就是背靠背 相互的背靠背 所以俄罗斯他就不用担心东方的问题 他把他的军力全部几乎都是压在西方 当然他在这段时间内 对于日本的这种构成的足够的威则 而且也尝试的让他的核动力潜见进入南海 那也牵制了相关国家的在南海的一些作用 也有跟中国大陆有相互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意味 因为俄罗斯过去跟越南的关系很密 例如说金南湾过去 越南就是租借给前苏联的 还有他跟印度的关系 印度到目前为止 他的很多的战略武器都是向俄罗斯购买的 当俄罗斯的军舰 尤其俄罗斯的潜舰到南海这个地方的时候 对越南也好 或是对印度来讲 尤其是印度跟美国打造的QAD 就会产生的一些潜质制约的一个功能 那也就是说让印度本身知道说 不能涉入太深 在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他就不用再把他的重兵放在西北 他几乎都可以压在东部跟南部 这样的一个军力 那如果大陆把他的军力放在北部 东部跟南部战区的时候 他基本上来讲就形成了 占有局部的优势了 也就是说整个北部战区 其实就超越了日本整个国家的总军力 那如果说以美国加韩国加日本 那么如果说跟中国大陆的话 因为美国虽然把他60%的兵力 放在亚太这个地区 尤其是海军跟空军 但是如果以中国大陆的兵力来说的话 他就在局部间就占有优势 也就是在东海南海这个部分里面 解放军跟美日韩的联军占有优势 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战略的一个态势 我觉得台湾要很清楚 如果台湾在这个部分里面判断不清楚 尤其是台独的 常常就会让自己陷入极端的险境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一个战略态势 那很明显的就是美国就不太可能会介入 两岸之间的冲突 因为对美国人来讲没有任何好处 那他怎么会介入两岸之间的冲突呢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 我们看到美国为什么您刚有提到 在这段时间的演练过程里面 都把战略物资就直接留置在澳大利亚 那现在他在菲律宾 开辟了新的四个军事基地 他把他的战略物资也都放在那个地方 小马可斯的妹妹 还是姐姐应该是妹妹 就严厉的批评小马可斯说 你为什么让美军在我们的苏米克湾 建立这么大的游库 那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已经开始 逐步的在撤出他的第一岛链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 美国在第一岛链里面的战略武器 他都改用任务编组了 过去是固定的基地 现在改用任务编组 也就是说他事实上把他的基地 往夏威夷往关岛往澳大利亚撤 而在日本 因为他知道日本已经是在 解放军的整个活力的覆盖范围内 所以他把他的军力往外撤了 撤到第二岛链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估计是 第一岛链美国根本是守不住的 是 来 请教舰长 礼拜三 也就是31号的时候 出示了这一张 美国海军新闻网 它的一个美国航空母舰最新动态 那个时候我就指出 实际上在台湾东部海域 也就是菲律宾海的这个位置 有三艘 一艘是罗斯福号 另外一艘是卡尔伦森号 还有一艘是美利坚号 今天补给大家一张图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他们一般叫做照相操演 photo exercise 也就是说 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谈到的卡尔伦森号 跟罗斯福号 在这两个位置 中间的是伊士号 伊士号其实它是日向级的 一个直升机驱逐舰 虽然是这么讲 它有全通式的甲板 但是它不是一个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的改装是初云级 我们从这样一个 这是摆拍 大家不要太专注于这个 这个其实是摆拍 告诉大家说 美国跟日本合起来的军力有多大 合起来的军力有多大 请大家好好的提供给菲律宾潜舰 为什么 菲律宾它就是钱不够 它说我要买这么多的钱件 它讲的是什么 它绝对不会讲的是 我是抗台湾 我是抗美 它一定讲我要抗中 我要抗中的情况之下 对不起 大家踊跃捐输 这里面刚刚前子讲到几个国家 法国 韩国 西班牙 意大利 捐输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那也就是冤大头的韩国 韩国你脑袋想清楚 其实它就是要让你准备 把你当初可以自制的两栋勾级的潜舰 用打折再打折 打到骨折的价格 卖给菲律宾 最好用送的 你准备好了吗 另外我们讲到说这个彩虹漆 那这个彩虹漆其实它已经不是 我们以前看到的无人机的样子 那其实这一个虽然它是次因素 可是它的飞行高度非常的高 它可以飞到10到13公里 这么高的高度 它这飞这么高的高度 其实是在做什么 其实是在做情监侦 也就是情报监视侦查 那我们虽然不知道 它未来如何配备 可是这张图是2019年的 珠海航展的题 它所展示出来的一个模型 一般来讲模型出来 或者是论文出来 三到四年实体就会出来 我们就会看到它有各型的 无论是雷射导引 或者是各种的飞弹 它都具备 也就是说美国 你要来进入第二岛链 接近第一岛链 越来越困难 所以武器越远发 越精良了 来 请教董哥 这几天国际上苏立文 谈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 习近平马上要跟拜登通电话了 他已经讲了一个多礼拜 没有通电话 拜登跟习近平 去年此夜在美国加州 碰面以后都讲好 我们自己有一条电话线 随时要掌握情况 大家不要误判 那现在就打吗 为什么 其实都没有打 他跟王毅在泰国见面也这样讲 跟刘建超在美国见面也这样讲 可是电话始终没有通 拜登现在当然急着要去 这种打电话谁主动谁被动 对不对 是不是柯文哲打给我们的一介大老 你主动就是你有求人家才会主动 这个整个构成要很清楚 那苏立文一直在放话 是什么意思 表示其实美国是很着急 他希望给外界一个光感 那他也一直在放话 他说11月我们 他们两个人见面 习近平跟拜登保证 不会干预美国大选 不会介入 就好像习近平 来跟我们很坦诚的那个 可是你现在看到的局势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尽量看亚洲这情势 不管刚刚前子提到了日本菲律宾 或者越南这些地方 其实他都牵动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美国的态度 那美国态度 韩国就会有哪样态度 澳洲就会有哪些态度 那现在美国态度是要怎么样 美国才不管你这些了 美国现在在管的是 我们拜登要选举 我们要连任 所以其他的周边的 那些东西通常要配合我来连任 那我现在打的牌是什么 我希望习近平给我一点面子 跟我通个电话 跟我滞后 或者跟我有点四肉一点点 让我可以在美国人面前扬眉吐气 打败川普 难道你们不希望我当险 希望川普当险 那不是更 川普扬言要对中国大陆 克百分之六十的税 所以你们难道不支持我要支持他吗 他现在在做这样的氛围 希望习近平也给他一点那个 好 那如果这样的氛围出来的话 日本再讲钓鱼台就没有意思了 对不对 贝勒宾在讲我要怎么跟 中国大陆对抗我要潜艇 那些也都没有意思了 所以今年最重要的全球 其实都在观察 包括加拿大跟美国这么密切 加拿大现在 杜鲁道派两个部长在观察说 万一是川普当险 你们要怎么因应 赶快拿出因应之道 台湾有因应之道吗 没有 台湾还在我穿威武 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我们看到美中的对抗形势 越来越全方位 那美国国会有一场听证会 昨天举行 我们看到这个听证会 被质询的对象 是TikTok的CEO周兽兹 我们来看看 这些参议员怎么 怎么质询他的 of what nation are you a citizen Singapore are you a citizen of any other nation No Senator have you ever applied for Chinese citizenship Senator I serve my nation in Singapore No I did not Do you have a Singaporean passport Yes and I served my military for two and a half years Do you have any other Do you have any other passport from any other nation No Senator Your wife is an American citizen Your children are American citizens That's correct Have you ever applied for American citizenship No not yet Okay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nator I'm Singaporean No Have you ever been associated or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 Senator Again I'm Singaporean 你看到这一位是共和党的参议员 他叫做柯顿 他咄咄逼人 问这个周兽兹 很多关于他身份的问题 所以美国媒体有很多的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柯顿他的名字被沿上 变成热搜第一名 像这样的美中交锋还烧到留学生的身上 据说到美国去念书的大陆 中国大陆的学生被关禁闭 被迫遣返回国 这是其中的一些case 我们看到海关把他带进小黑屋 这俗称的小黑屋 不断的质问他们是不是跟中国军方或政府有关 这些学生有一些被拒绝入境 而且还被遣返回中国 所以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美中对抗的气氛 让民间的氛围也都非常的不好 包括您看到有一些防堵中国是不是防堵过头了 这是印度 印度的报纸有这样一篇报道 说他们在去年五月郊区 发现一只鸽子 鸽子的脚上有脚环 脚环上面有疑似中文字 所以他们觉得说 这可能是一个间谍鸽子 很害怕 飞鸽传输 是中国间谍鸽子 就把这个鸽子给留置了 然后后来被释放了 最近被释放了 大家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是从台湾飞出去的一只赛鸽 鸽子何故 这个真的很有趣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五角大厦 还有把十多家的中企 列入军工企业名单 全面的防止 全面的阻止美国的技术 被拿来援助中国更广泛的 努力的一部分 意思就是不要帮助任何中国的企业 取得我们美国的各种的技术 各种的资源 可是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美国企业 却蛮乐观的 他们对于投资中国蛮乐观的 有超过一半 认为中国大陆是全世界前三个投资目的地 这是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 年度报告 而另外我们看到俄乌战争 有新的发展了吗 欧盟过去有一项资金 本来是要来帮助乌克兰的 可是这个1.7兆元 一直被卡在那动不了 为什么 因为匈牙利 他反对 有一票反对 就不能够执行 那最近呢 匈牙利终于点头了 所以这1.7兆已经给了这个乌克兰 这个马上就要转交给乌克兰了 可是外界的认为是说 这是拜登积极要脱身的一个前奏 因为呢 俄乌战争发生在你们欧洲啊 那你欧盟自己顾就好啦 我美国 我这个拜登 我有好多事情要烦恼呢 你看到这一张 拜登看起来神情肃穆 皱起眉头 脸很臭 在签署一项命令 他是在制裁以色列的施暴者 本来我们看到这个标题 还以为他是制裁以色列的政府 其实不是 他是制裁以色列四位公民 因为这四位公民呢 涉嫌攻击巴勒斯坦居民 而且还涉及攻击以色列政界人士 跟政府官员的 包含 包含可能涉案的以色列政界人士 还有政府官员 他实施的是个人 他制裁的是个人 跟以色列政府看起来 没有比较大的关联 那另外我们看到海利 他是这个川普的竞争者 也是要争取共和党的 党内初选提名人 希望可以得到 这个总统候选人的一个位置 他最近在讲到 德州的内战的问题 他说如果德州公民 决定脱离美国的话 那么他们就有权利呀 因为分裂国家是各州的权利 请教赖老师 过去美国和北约 他们想打哪个国家 就可以打哪个国家 想抢哪一个国家的石油 他就可以抢哪一个国家的石油 所以你看他想打阿富汗就去打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911不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做的 是盖达组织做的 但是他就去把阿富汗的政府 把它消灭了 然后就扶持了一个傀儡政权 然后他对于伊拉克 跟利比亚的石油有兴趣 他就把人家抢了 就找了一个理由 就把人家杀了 就把这个伊拉克的总统就杀了 也把利比亚的总统 哥大费也就杀了 那就是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要抢 伊拉克的石油跟利比亚 但是未来美国跟北约 也就是欧洲的国家越来越难了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快超过美国 大陆一旦超过美国以后 大陆就有能力去阻止 美国跟北约在为首欲为 所以这些国家 就是欧洲 美国跟北约 他们为什么那么的仇中反中 其实不是因为大陆去打了伊拉克 去打了其他的国家 不是 是因为未来中国大陆 有能力阻止他们 所以他们这些人就仇恨中国大陆 恨 因为怕 恨就阻止 所以你会看到Cotton 他本身会做这种事 只要看到这个黄面孔的 都认为是跟中国大陆有关 其实这个简直是闹笑话 闹到世界各地 因为新加坡在国际间 是很有名的一个国家 它是全世界排名前十名 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第一个 第二个 它在东盟的国家里面 它是如此的有影响力 第三个就是 他过去的领导人 从李光耀一直到李显龙 现在的领导李显龙 在整个东盟 或是在区域间 或在国际间 都是相当有声望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你怎么可能会分不清楚 新加坡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而且他的质询很有恶意 很坏 对 带着满满的恶意 非常的坏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人受高等教育的 低智能的人 他受了高等教育 他是哈佛的法学院的 这个马英九的学弟 小学弟 但是问题就是 他充分展现出 他的智能是弱化的 那为什么 因为被意识形态所限制住了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 就是受那么高的教育 结果表现出来是 低智能的孩童 而且我们看到 其实周寿之 他也是不卑不亢的回答 现在美国的TikTok 包括抖音 像这样子在美国 引发很多政府机构的忌惮 看起来事情还会继续延烧 我们进一下广告 拜登是不是想要从 俄乌战争中脱身呢 我们看到欧盟出手了 来请教舰长 我们在讲乌克兰之前 我们先想一想 我们到底在TikTok上面 也就是在抖音上面看到什么 我们其实以我个人来讲 我看到最多的是什么 科目三不是吗 然后最近看到最多的是什么 对不对 其实讨论政治的这个部分 在TikTok上面并不合适 所以这样那种只是 科技战的另外一种层次 他不想要让 有中国背景的这一些社交媒体 进入到美国市场 不过如此而已 至于说我们讲到乌克兰 我们现在讲到的是两大媒体 华盛顿邮报说 他乌克兰的战争计划 预计不会夺回师弟 那到底还要打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谈到说拜登政府 这个是Politico的一个网络媒体 他讲的拜登政府正巧巧的改变 在乌克兰的策略 为什么 因为问题在前 怎么说在前 现在其实美国要通过的 是610亿美金 610亿美金的这个款项 要援助给乌克兰 可是不是全部都是装备 而是他要有一半用于战场 另外一半 他要用于建设恢复与改革 意思是什么 大家还没有进入这一个 重建的一个市场 美国就要先进去了 所以心肠很坏 来 进一下广告 我们把时间交给董哥 现在美国因为以色列 跟哈马斯的战争有很大的压力 最近其实美国跟英国 他们现在态度已经更积极不一样了 这个不一样在哪里了 他们一直要求让巴勒斯坦能够建国 可是纳坦亚胡是适时反对的 所以美国现在也在给以色列很大压力 我们知道战争到现在 大概已经死了两万六七千人了 就是说外界的压力也还大 美国现在有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或者有很多团体 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花的节目现场 我是钱子介绍 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 是 大家好 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前海军舰长吕礼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 我们赶快来关心现在立法院 一番新的气象 新国会 新的院长副院长 已经出炉了 可是很多人都说 韩国瑜你当了院长 有很多新闻没有错 大家想一想 到底院长有什么样的职权呢 能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呢 我们来看看台湾民主基金会 大家知道这个单位吗 它是20多年前 由外交部编列预算 然后来运行的一个基金会 过去的惯例是由立法院院长来担任 可是现在有一点点怪怪的 当媒体去问外交部说 是不是韩国瑜当然要接任 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呢 外交部说 由该单位自行说明 可是这个基金会 其实就是由外交部管的呀 那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立法院院长 他的一些职长好了 我们初步的来讲解一下 他的职权是任命院内的人士 包括秘书长 副秘书长 以及立院顾问 可以设置一到两个人 那其他呢 包括主持议事的进行 确保议事的顺畅之外 万一这个所谓的立法 或者这个会议 有赞成跟反对的时候 一起同票数 这个时候就由公正的立法院院长 来决定最后一票 他判A 对 他判A 他投A就是A按过 他投B就是B按过 而另外呢 还有争议的法案 负责朝野协商 这恐怕是目前最大的功能了 因为有时候朝野协商出来的结果 可以推翻委员会的决议啊 那另外我们看到呢 未来蓝白到底能不能够合作 如果蓝白能够合作之后 是不是有几个目标要达成呢 修宪 很多人念资在资的 包括赵大哥 他就说 希望未来可以推动修宪法 包括总统的得票数绝对多数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赖清德是少数总统 他只有拿下40%的选票 赵大哥的主张是修宪修成说 我们的总统必须要过半 一半以上的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去投票 觉得你是我们的总统 你才是我们的总统 所以能不能够修宪呢 希望蓝白可以合作 还有也有人希望能够立法 藐视国会罪 推动藐视国会罪 能够变成一个法案 因为现在在立法院有很多乱象 无咨询官员 官员反咨询 或者是官员来羞辱立法院的这些立法委员们 这种事情很多 变成一个乱象 所以有人希望可以推动藐视国会罪 而另外呢 韩国瑜当院长 当然我们看到今天有好多好多的新闻 包括红帽子也是满天飞 有人质疑他说 你清州 你跟阿贡 这个阿贡同路人 中共同路人 招质疑恐带蓝营县市首长附中 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想法 那韩国瑜说 赖清德你不必过度担忧 我们来听听看 好有了韩国瑜 我们的新闻变得好热闹 友台的政论节目也都在谈韩国瑜院长 包括您看到政论节目里头 于北辰将军 他就说共产党在找台阶 对台统战没输 国会是韩国瑜当院长 所以共产党没输 他讲的是韩国瑜 是这个可能跟中共有什么样的关系 国民党跟支持者说 我们没有输 国会赢回来了 就像黄飞红打白连教 打不过 就把这个说把伞给打破了 这个是来自于于将军 在友台政论节目的说法 王定宇委员是说 担心韩国瑜还没有选上前就向中国表忠 哎呀好担心 如果他对我们的国家主权 呈现跟中共的说法一致 这对台湾国际处境是雪上加霜 王定宇开始忧国忧民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 韩院长也向这个 友释出了善意 就是游锡棺前院长 他说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虽然你卸任了 而且你这个辞掉了立法委员的工作 对他表现了一些respect 对他表现的一个敬意 他说我们的这个院长办公室 以及官邸都可以来使用 我们一起可以推动这个国会外交 一起为我们的外交来打拼 包括游锡棺院长 在这个争取连任的 那个时候的一些作为 然后又被很多同党同志羞辱 甚至是一些媒体人攻击 我们看到王世坚 他发生了 他发难了 他说你们这些人 自以为得了权柄 连游锡棺 这个我们党内的前辈 这个民主的前辈 你们都羞辱的下去 他骂了一些人 他骂了一些人 那很明白的指出了 这个猫头有指向周玉寇 因为周玉寇前两天 那个时候采访了游锡棺 甚至跟游锡棺有很多的针锋相对 而且在脸书上 其实也批判了游锡棺 那王世坚开炮之后 周玉寇也很生气 他说你是假货 就是你是假货 你有种 你有种 如果你是汉子 你就跑票投给黄珊珊看看 否则长期损自己的同志 来赚升量 就是假货 你王世坚是假货 然后王世坚回应说 我不想讲没格的人 我只评论有格调的人 没格调的人 我不想评论他 这是他给我们媒体的一个回应 我们看到 这个赖清德未来怎么样 跟韩国瑜一起合作 或者是怎么样跟韩国瑜有一些应对 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 这个两个人 我们的最高的两位的行政的 包括立法院的首长 到底要怎么应战呢 我们看到谢金河 他就呼吁赖清德 要盘点过去八年的石楼 有一些缺失 包括现在朝小野大的政治生态 你必须更透明的执政 而且要跨党派找人才 建议盘点过去的一些糟糕的地方 还有一些弊案啊 像是银行清呆账啊 还有展现除政治肉桶 像是这样分赃酬庸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而另外我们看到 绿营好奇怪哦 韩国瑜只不过是当了一个立法院院长 可是仿佛变成了绿营的头号目标 欲除之而后快 你看到好多好多的攻击 排山倒海而来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韩国瑜要再战2028呢 所以赶快把它斩草除根呢 我们看到好多命理师都说 韩国瑜再战总统大位不是不可能 有命理师包括江伯乐就说 这个搭档这两位 韩国瑜三年之后会忘报 哪两位呢 蒋万安还有卢市长卢秀燕 他认为呢 如果可以搭这个包括韩蒋配或韩卢配 选总统大选的话 恐怕这个这个命事啊 各方面来说都是很好的 而蔡上基说啊 这个韩国瑜的流年 有天空地结 晴阳以及话际 所以可能未来在立法院的职业中 有很多的战争跟厮杀 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当然是民间的说法 大家参考就好 不用太认真 只是国民党的下一颗星星还没有出现 就是STAR 政治明星还没有出现 有没有可能 绿营在这个时候就直接 把韩国瑜当稻草人 不断的在攻击他 射他 射他箭 来 请教这个董哥 因为现在整个台湾的政治中心 在立法院 很清楚 那赖清德现在因为他还没上任 他520才上任 所以谢金河说你去盘点 他盘点出来东西就是蔡英文的弊案 他哪敢 以现在他这样的处境 他才适时的选票 里面又有多少是挺蔡英文的 那你还有这个动作吗 所以他现在不但520还没到 他很多话都没办法讲 我觉得有些事情 对赖清德来讲 就变成比较强然所然 可是现在当然焦点在韩国瑜 韩国瑜因为他昨天经过两轮投票 他当选一如意料 那当然因为这个立法院将来是 整个台湾整个政治的中心 都会在这里 所以他很多东西就会被讨论 譬如说今天我看很多媒体说 你看立法院长薪水有多少 可以怎么样 那刘锡坤也是领这个 如果刘锡坤在领的时候 你们这些人怎么不讲 对 一样的钱 一样一样 当院长该有 他有他的黄色 有他的特资会 然后又兼了民主基金会董事长 过去陈水扁当总统 民主基金会董事长也是王金平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惯例 因为为了便于台湾的外交处境 让国会的议长带团出去做外交 因为你官员出不了 我们的惯例一直是这样 那只是民进党把它用来 养活很多人 做很多仇庸 就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现在才会又在要求说 外交部说你民主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就是你养的 你拿钱给他的 你还假装自己很清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台湾 每一场政治的选举选完了以后 大家马上就开始讨论下一场 我原来前年九合一选完 我们很多朋友想说 可以松口气 没有 就开始讨论谁可以选总统 然后就一直很热很热逃下来 那现在就是韓国瑜立法院 会怎么综合联合 那当然他们想说韓国瑜 有可能因为他的人量很大 可能会代表国民党2028 这个机会很大 为什么 因为立法院长 立法院长你在民主国家里面 他是跟总统是分庭抗礼的 一个代表行政 一个代表民意机关 甚至民意机关还比较大一点 你看美国的总统顺位 我们的总统顺位是立法院长 是不是 副总统又不能接总统的位置 下来是立法院长 他排第三 跟美国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很多人互移说 韓国瑜好像 因为他的能量比较大 他的死对头 大家都知道是黄国昌 可是他见了黄国昌说 国昌兄 来包一下吧 你就融化了 那他等于说他可以让很多东西 就觉得新闻的焦点在这里 所以民进党就比他怕这样的人 因为他的包发力 他的能量 那过去你蔡英文可以打败他 是因为一对一 那如果下一届还是撒卡都的话 柯文哲也抢了票 那以韓国瑜这个票他很可能当选 对不对 就很可能当选 所以现在赶快趁机去替他忙 包括賴靖德都出来讲 你不能带 你会带蓝营的先市长去大陆 那你賴靖德自己当台南的先市长 台南市长你不是跑去大陆 你还接受人家招待 是不是 你就可以 你其他那些名嘴就不值得提了 不需要说 对 我套一句王世坚的话 对不对 我只跟评论那些有格调的人 是 王世坚就讲了 没格的人我就不评论了 来 我们来看看这个 包括昨天有一个新闻曝光了 民进党开除了50个人的党籍 其中有包括郭正亮 也包括周渝修 周渝修是台湾民众党的秘书长 那吴征民进党的发言人刚刚说了 他说这不是选后清算 这是有人选择加入其他的政党 民进党应该把该走的程序给走完 那刚刚我也问了两个 因为他就坐在这个位置 他就说没感觉 因为他其实已经升起退党了 来 请教赖老师 我觉得被民进党开除是一个荣耀 一个荣誉 应该要值得骄傲 所以我觉得郭正亮可以很骄傲 说被那样的一个台独党 那样一个烂群烂党 而且那样一个跟前权跟设 很有关系的一个政党 那么划清界限 这个是个好事情 所以我觉得跟那个党分道扬镳 是正确的选择 非常好 而且也不需要他开除 但是如果他要开除这是荣誉 这是多好的事 值得骄傲的事 所以我觉得郭正亮值得骄傲 就这样站出来 跟那个党划清界限 我支持世间兄所说的 对于没有格的人 就不值得去评论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人民 在这一次很明显的 他告诉台湾的民众 说我们希望两岸和解 我们不要两岸互斗 我们不要战争 所以我们要和平 我们要拥抱对岸 我们要都在一起 都是一家人 所以广大的民众 都是支持两岸和解的 那因此有一些人 一直要去刺激两岸的 去攻击对方的 这个就是没格调的人 因为他背弃人民的意志 那背弃人民的意志 一直在批评对方的 这种没格调的人 我们就不评论了 那我们就说 例如说有人说 韩国瑜会跟中国大陆 怎么样怎么样 这好像是赖金德讲的 没格调 不评论 然后有一个人 原来长期以来都在拦营的 然后一直在要当官的 后来拦营不提名他 就跑到绿营去的 没格调 就不谈了 然后另外一个 一直是外省人的孩子 然后突然间 因为加入了民进党 就跟外省人 连他的爸爸是老 他都可以批评的 那么也就是说对外省人 攻击批评 不于一力的也没格调 他的出身就是外省人 然后只为了要加入政党 就跟外省人划清界限 没格调 我们就不批评他了 好 我要讲的是韩国瑜了 外交部你如果不按照规矩走 我们再强调 外交部你如果不按照规矩走 刚刚志胜兄已经讲了 连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 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就是王金平 王金平是国民党籍的 那时候也是 嘲笑也大 好 如果你外交部 你党敢不按照规矩走 我觉得在预算方面 就冻结你外交部 把你整个外交部的预算 全部冻结 看你怎么玩 所以麻烦你外交部 给我按照规矩走 第二个我支持少康兄 他所提出来的 因为这是全民的主张 国会改革大泼大力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看到 少数总统不代表广大的民意 耐心得你不代表60%的民意 这是我们的宪政有问题 所以一定要改为两轮制 总统一定是要超过绝对多数 另外一个 行政院院长一定要经过国会通过 要回到我们真正的行政负责制 行政向立法负责制 我觉得国会改革要加速推动 一切透明化 是 来请到现场 藐视国会罪一定要通过 为什么 因为本来立法委员 直询行政官员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 可是我们看看过去八年 我们的行政院 我们的立法院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的立法院就长成行政官员 可以痛骂 那个正立文委员 我们的行政官员 可以在国会殿堂上面胡说八道 一碗黄阿米耍20块 这是他们所说的 然后还有零零种种 不知道该如何说 这一个立法院 那现在既然已经 那个换了新一届的立委 而且也换了新的 那个立法院的院长 那里当把这个法令通过 让立法院耳目一新 那另外我们讲到谢金河 谢金河他讲到说 要盘点过去八年的失落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宰相大人 真是会看风向 为什么 我们来看 1月6号谢金河 他在他的脸书上面 是怎么写的 他写说回头看看过去 八年台湾的巨大转变 因为他访问的是蔡英文总统 然后现在又说 八年的失落是什么 既然要讨论失落 我们想一想 当初说好年金改革 军公教年金改革之后 要改革什么 要改革劳退 劳保基金 你要改革劳保基金 你现在怎么改革了 你就是不断给钱 那我请教 其实军公教的钱更少 你为什么不断给 给大家一个答案 嗯